當我看到我自己的造型的時候 我其實是蠻驚訝的 那個衣服只要一上升 你很容易就進到那個角色 姚娟姐是一個服裝的魔術師 我覺得 她對於角色造型的細節 非常在意 就算是一場戲 都是精心雕琢出來的 你當過日本兵 是的 哪一切的 明天 我們希望是一個建立在歷史的故事上面 日本殖民剛結束的台灣 所以我們的河陽澤宗的想法是 在當時就有很多的日式時裝雜誌的一個熏陶 那透過這些照片 我們也看到補妝的潮流 本身造型有留個鬍子 還有一個復古的眼鏡 還有隨時有一個內化的工具 就是煙斗 我覺得劉坤凱最大的浮喊 應該就是他那個 有一點美式的西裝頭跟這個吊帶 我的衣服全部都是旗袍嘛 然後前面的階段跟後面的階段的樣子 雖然都是旗袍 可是從花樣的不一樣 從袖式的不一樣 從小外套的材質都不一樣 就可以感受到這個人的狀態已經改變了 大家討論最多的當然就是小琪 因為小琪有八十幾套的衣服 其實他幾乎每一件衣服都是量身訂做的 像一星這個角色的某一層皮膚 他是很貼合這個角色在成長的 基本上我們是設定了一些不同的階段 就是剛開始接受爸爸的任何的建議 他都會很乖巧的接受 可能在款式上有一些蝴蝶結 那顏色上也可能比較清純粉嫩的一些色調 那當時流行的元素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 阿修 阿修 尾向啦 羅來 阿修 哇 阿修 阿修 導演本來是怕我爬不上去還想要分段拍啊 我說沒關係沒關係我爬爬看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蠻小極的 他就是那種每次在關鍵時刻 他就會奮不顧身的人 所以他也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就往上爬了 然後在那個過程中 可能就遇到了一個陌生的男子 但他用一個比較智慧跟比較聰明的方式 說服了那個小孩 對小極來說可能也會覺得 欸 既然有人可以不用爬上來 直接就用三言兩語就把這個小孩紅下去了 他當然會有一點小不服氣吧 其實他自己也是一服一上身之後 他的氣場就不一樣 他對我有一種仰慕之情 但他那種仰慕之情一直隨著他的年紀的增長 他的眼神其實就不太一樣 他是美金 他是所有人的朋友 他可以解決你所有的目的 美軍俱樂部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場次 款型的拿捏上 基礎上的建立是在於派對的一個形象 他第一次要到完全他不熟悉的領域去談生意 所以他也是有特別打扮過的 鵝黃的亮色加白色的頂 他裡面是一個洋裝 然後外面再一個小外套再一個領巾 美軍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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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少 我剛才在聊天 你只有20年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有一句孩子就說 我小時候 雖然是小女生 可是她又要展現 她其實長大了 我相信她進到那個場域 她是跳出來的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高興 獨得 有子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忘了 還有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那時候 有種 有種 那你就自己去賣 有點被侵略了 就說現在是怎樣 所以那個表達的意境是在那裡 張阿欣本人並沒有那麼多的細節 他服裝上我為什麼給他那麼多的約束 像例如袖扣 領扣 三件事的背心 希望就是郭哥可以丟掉 綜藝節目很輕鬆的一個模樣 像我剛剛拿煙斗也好 或者轉轉這個戒指 看看懷錶這種動作來講的話 其實他都是由內而外 能夠讓演員很容易就進入那個角色 KK的背景就是來自於當時 後來成為美國人的戰俘 然後再回到台灣 所以他的穿著打扮 會稍微涼派一點 我每次戲服一穿上 我只要那個頭髮一梳上去 那個造型師都會說 KK的憂鬱又來了 最深刻就是一場戲在這裡 就是我喝醉了 那他就來找我 拿著兩杯茶 我以為是酒的時候 總得要 那一段其實有點曖昧 特別想讓觀眾看到 其實我們當時的心非常靠近 這是一個微妙的感覺 衣服的顏色本來比較少女風 比較粉色系 一直到了帶著茶 要去做生意的時候 開始穿上一些套裝 女強人的氣場就出來了 張小姐真不簡單 運氣好而已 美國大兵想換個口味 剛好被小女碰上 那到了中期階段的時候 他開始接觸到他父親的生意 他慢慢地走出去的時候 顏色就開始比較中庸一點 腰身我會取高一點的一個線條 來搭配他的黑賴的洋裝 像這套衣服我就會記得 我是在開始要做生意的時候 所以他的衣服可能會有比較貼身一點 展露出他另外一個 本來沒有被發現的一面 好 我們第一場戲的時候是在戲院 我去聽他唱京劇 但我其實不懂 但他的那個舉手投足之間 不管跟你要個煙 跟你說個話 就有京劇大腕的感覺 夏木雪這個角色 大時代之下他 顛沛流離地來到了台灣 因為不可抗禮的因素 他就回不去自己的家鄉了 我整齣戲的京劇就是 說到底我就是身不由己 總是可以看到他 詩人的情緒是帶有一種憂愁的 所以旗袍的設計上 我是利用都是比較低調的花舌 透過配件 他大概必備的配件一些珍珠耳環 旗袍上的領針 就希望可以建立他之前的優渥的一個背景 那最後其實小吉他到英國倫敦的時候 整個套裝的勾邊都是用深綠色的 我想要帶到茶的色調 那個顏色其實也襯托了 在這麼多人之間 他被看到的一個特別性 那個時期我覺得 某一種絕境中 我還是覺得要堅持做到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那整個裝扮對我來說 可能就是某一種決心跟某一種戰袍 我們自己給自己就是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一杯茶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慢慢去感受 你自己的溫度 我覺得在一心的人生中 當這些驚濤駭浪過去之後 就像蒲駱一樣越沉越香 它可能會一直留在某個地方 你想到的時候用熱水重新加熱 重新喝 然後會是一直都很有香氣 好久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